各國撤僑數字推算出武漢感染人數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謝謝主持人 大家好 咱們上一個微視頻說了 各國政府不顧世衛組織的胡說八道 已經開始撤僑的事情 當然了 這是一個負責任政府應該做的事 撤僑過程上的數字可以以頂帶面 推算出武漢疫情的一個基本面 2020年1月31號 韓國乘坐政府包機從武漢回國的368名公民當中 有18人出現發熱等症狀被送醫了 其中還沒有明確確診的案例報出來 但是我們不得不說韓國的意識有點天真 不發熱也可能是感染者 請注意還有一個高燒的病人 沒敢讓他坐上飛機回國 那麼更加有說服性的數字 那就是更早開始撤僑的日本 他已經撤出3批了 其中各個批次的敏感數字 也逐漸都明確出來了 日本第一批撤出206人 下了飛機之後就確診了3人 那麼前兩天又確診了1人共4人 第二批210人已經確診了2人 第三批149人已經確診2人 這個數字我們可以推算出武漢的感染率 應該是在1.41%以上 如果武漢的人口按照1200萬人算的話 那麼感染的總人數是17萬人以上 為什麼咱們一定要強調以上這兩個字呢 第一個原因是出國的人員構成 一般都以青壯林為主 那老頭有病的可能就不出國嘛 特別是日本人的衛生習慣良好 戴口罩比較普遍 那個女生出門沒化妝他就戴上口罩 但是武漢城市裡面可是男女老幼都有啊 所以武漢人的死亡率一定是高於1.41%的 第二個原因是 共產黨保護外國人強於中國人 央視新聞網說 共產黨每天要求留學生報送身體信息 發放必需品 這個必需品就包括巧克力啊 糖啊 咖啡啊等物品 他還特別強調這裡面有口罩 一個外國人一天發放8個口罩 那麼中國人呢 中共是怎麼對待咱們中國人的呢 要你買口罩 山東壽光捐贈了武漢市350噸蔬菜 轉頭中共把它就拿到市場上給賣了 這只能表明一點啊 說得非常明白 那就是共產黨不是中國人 那麼在一個充足物資供給的情況下 外國人的生存機率自然高於中國人啊 中國人拿的物資少啊 這樣說比較抽象啊 打個比喻 現在年輕人都玩這個戰地求生的遊戲 也就是一個射擊遊戲 俗稱吃雞 共產黨給外國人配備了三機頭三機甲 AWM狙擊步槍外架M416步槍 它給中國人什麼呢 一個平底鍋 我就問這兩種配備 哪個生存起率更高呢 自然是外國人 所以武漢人的感染人數 肯定是高於17萬啊 那麼全國呢 只能說數字更加驚人 我們會找證據細說 當然啦 外國人也不要高興的太早 咱們剛剛提到 韓國一名發燒的人沒能坐上飛機 這裡面就有另外一種猜想了 在日本前三批撤僑 暴露武漢疫情冰山一角的情況下 中共能讓所有的外國人都登機嗎 它會不會篩選這些回國人員呢 我建議各國不應該等待中共提供這個離境人員名單 應該發動自己的國民通報在武漢滯留的親屬 核對撤僑的人數避免中共製造失蹤人口 當然啦 中共在撤僑這件事上做的惡遠非這一點 比如說日本人 韓國人 美國人可以先走 但是臺灣人就要拖到2月2號才可以回復 為什麼呢 因為中共想把臺灣人當作他的國民對待 那麼武漢的國民待遇是什麼呢 那就是自生自滅 甚至在英國撤僑過程中啊 就是一個小孩因為他擁有中國和英國兩本護照 就被中共當作中國人給扣留了 咱們剛才還在討論中共是不是中國人的問題 其實沒有必要 不讓小孩登基 這都不是人幹的事 還討論是哪國人重要嗎 那麼作為中國人 我們應該做的 那就是拋棄共產黨 自治自救 好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